大馬路上竟然架起大鐵鍋 只見廚師把油淋上去 陣仗十足 培根被煎得滋滋作響 香氣滿意 到底這群比利時廚師 要煮什麼呢 一桶又一桶 黃澄澄的蛋汁被倒入大鍋內 很快的蛋汁猶如一片池塘 素食壯漢拿著牧鏟拼命揮舞 務求蛋汁能受熱均勻 炒好的培根炒蛋隨即被盛起 等在一旁的饕客們早就迫不及待 有很多問題 現在的問題不太好 這不是很危險 沒有在那裡 我希望 比利時東部小鎮馬爾梅迪 每年都會舉辦巨型炒蛋節 22年來都吸引大批觀光客到場 但今年只有1000多名觀光客前來 和去年的7000多遊客相比 明顯少很多 由於荷蘭的沙蟲季毒雞蛋風暴 正席捲歐洲 雖然主辦單位用的蛋是當地農家 生產的也經過驗證 主辦單位還一次就大手筆 用掉1萬顆雞蛋 不過從遊客數大減就可以看出 毒雞蛋風波也讓巨型炒蛋節受到影響 記者會主 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